李湘富洋女儿!看到孙丽女儿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富洋千金! 李湘富洋女儿!看到孙丽女儿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富洋千金! 人们常说穷雅二富洋女,那么何为富洋女呢?其实富洋更多的是偏向一种精神和教育上的富足,让她建立自信智慧与爱心,人格健全! 女孩的富洋,说的是精致生活,无忧无虑,让她有对抗诱惑,明辨真伪的能力 女孩的富洋女儿,还记得在窝居里还早的一句人情债,我肉肠拉到尽金钱的力量,这也是现代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,但我们富洋女的目的就是要杜绝! 女孩的富洋女同学这样的事情发生。 而明星作为公众人物,他们对下一代的教育方式也就受到了格外的关注。 明星家庭的孩子生活条件自然要比普通人优越很多,人们都羡慕他们的吃穿用好,就拿李湘家的独生女王施灵,身上随便一个包一件衣服,树木就足够让人倒吸一口冷气。 还记得李湘公开说过他们,家里月支出高达60万,一个月的伙食费7万元。 李湘家的生活真是土豪。 不过相较之下,孙丽家的教育是属于富养千金,女儿小花奔放豪放,日常生活就像是托江的野马般活跃, 虽然小花自出生以来,长相一直被父母保护得很好,但她的日常生活,邓超孙丽夫妇还是乐于与大家分享的。 众所周知,孙丽不仅细演得好,画画更是唯妙唯笑,当然她的长相外形都非常的优秀,虽然她以家庭为中心,但不忘找寻自我,偶尔拍拍戏,我们也发现她结婚后越发少女,宛如20多岁般看住非常舒服。 邓超曾调侃说,她在家常冲炮五、方石、二、淘宝有的,娘娘就是这么受欢迎。 孙丽除了画画之外,还把平时用不到的好东西低价卖出去,非常受网友欢迎。 也看出她不奢侈浪费了好品质,而她的教育一直都是言传身教,等等花花自小学会了画画,而花花还小,假以时日,画工肯定会超越哥哥,甚至是妈妈。 而邓超为了教孩子折纸一束,自己也身体力行,因为她说,作为一名伟大的父亲,为了孩子掌握一定的折纸一束。 可见邓超孙丽两人为了孩子的教育良苦用心,当然他们也不会刻意抑制孩子的天性,她家的孩子学习可以很优秀,玩起来也可以比任何人都疯狂。 你认同邓超孙丽丽严传身教的方式吗? 你羡慕他们教育出来的孩子,在学习上可以很优秀,玩起来却可以比任何人都疯狂吗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